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圆满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留有着很多的缺陷 在人间想追求圆满的人 他一定心中有缺陷 有一位著名的企业家他在做报告 一位听众问他 你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位企业家没有直接回答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 但是没有画圆满 留了一个缺口 他就问这是什么 下面有的人说这是零 这是一个圆圈 这是未完成的事业 这是成功七嘴八舌 他对这些回答 没有回答 他说其实这只是一个没有画完的句号 你们问我为什么会取得辉煌的业绩 道理很简单 我永远不会把事情做得很圆满 就像画个句号 我要留出的缺口 让别人去把它填满它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不能认为自己很有能力 自己能力很强 就不让别人有生存的空间 实际上这是一种管理的智慧 又是一种学佛做人的智慧 因为给别人留出一个空间 一定会给自己留出一条后路 给猴子一棵树 让它会不停的攀登 给老虎留作一座山 让它能够自由的纵横 给我们所有的人心中留下一块自由的干净的田 它才能攀登人类的最高境界 感谢观看